最近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作 通过研究一个距离地球23000光年的双星 直接观测到了这两颗恒星的共有包层演化 如同一个宇宙双黄蛋的蛋清被抛射出去 这也是双星共有包层演化理论提出近半个世纪以来 第一次发现这一关键过程的直接证据 对理解恒星演化、双黑洞等前沿科学具有重要意义